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短紙的服務 GG.GG 剛剛大家有體驗過的 是不是真的比較好記 對不對 比較好記 那您如果進來 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 OneNote你在看教材的時候 他有說這個單元說明 我了解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可以做筆記 你可以有文字式的筆記 也可以有什麼 手寫式的筆記 就是用滑鼠這樣畫 像我在螢幕上這樣畫 有沒有 有沒有他幫你自動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好 畫面抓下來 如果你看到比較下面 那他就抓現在這個畫面 不過呢你要用這個 必須要安裝一個擴充工具 就點一下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他要裝這個擴充工具才行 好那如果沒有裝你就只能用所謂的 文字筆記 有沒有 你可以加一個 也可以加兩個也可以加三個 這樣子的話下次呢 我們的教材就跟筆記書在一起 打開這個教材就可以看到 這是OneNote的優點 好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GG.GG 那 這個GG.GG 最主要 短指 我們現在短指 難記的地方在什麼 因為 第一個 它不是 一般 可讀性的名詞 第二個 有分大消息 對不對 很難記 那你就可以進到這個網站裡面 GG.GG 好那你只要把你要的分享 的網址貼進來 比如說我要分享這一個 好這一個 你看網址這麼長 還用中文 誰記得住 很難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網址 複製起來 Ctrl加C 好現在回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 那你貼上之後呢 你如果直接產這網址 這個也是不好記 重點是它可以自訂 有沒有customize 勾起來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你要的 比如說我用今天的日期 但是呢這個已經被用走了 所以呢如果你被用走了你按下去 它就會告訴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沒了 沒有的話呢 有沒有就產生出來了 那如果有的 你看我再產生一次 有的它就告訴你 網址已經被用走了 因為它是唯一的嘛 它必須是唯一的 所以說你要自己去搶 看你要用什麼樣的命名方法 好什麼樣的命名方法 所以你重點就是這個要勾起來 這樣就好了 它就直接做一個轉直的動作 這樣子我們要 過去一次就很簡單 反正你本來就要分享給別人看吧 那你用QR Code 雖然 在我們現在的階段也是可以 可是QR Code不是給人看的 給誰看的 給手機看的 對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他是用拍照的方式怎麼辦 他把QR Code拍回去 手機要什麼 看QR Code 你又要找其他的應用程式來把QR Code的內容 是不是要讀出來 對啊 不然 你如果用 手機把那個QR Code拍下來不是用辨識的 那就完了 他就要回去自己在想辦法 最點那方法叫別人的手機拿來掃一下 哈哈哈 是不是更麻煩 所以QR Code說真的 不太適合 就是像 就是人看 那你要比較好記憶 用這個 真的方便很多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吧 好嗎 好嗎 來吧 來吧